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必要这么绝吧 离婚了还住在一个屋檐下已经是一错再错了 钱总没错吧 我花钱 我请你 AA就行 没问题 AA几顿饭能花多少钱啊 晚上好 何先生 打扰一下 晚餐已就绪 请问您是吃中餐还是西餐 西餐 义是烩牛肉 主食是手工土豆泥 请您慢用 这明明是土豆块啊 手工土豆泥 顾名思义需要您自己手工倒成泥 行吧 何先生 这边食材一共花费98 平均一个人49块 转过去了 何先生 稍等 嗯 这边退回了 菜是我做的 人工市场价51个小时 您吃西餐需要摆盘 服务费单价100 我吃中餐番茄牛肉土豆干饭 不需要摆盘 没有服务费 行 一会儿洗碗冷水补助200 现在是晚上8点 加班费200 春节是法定节假日三倍 共计948 人均474 再加上服务费100 您付574 你这个程序定价太不合理了 哦 bug在哪儿 展开说说 洗碗与做饭的人工费齐平51个小时 如果你愿意洗我找你25 这样吧 大过年的 你快一句好吃 打八折 就 正常 正常 那这样正常价 本来就贵 然后快一句好事就打折 这够合理了呀 你觉得贵 是因为过往三年内 你从来不认为我的付出有价值 一个好评就能值几百块 是因为婚姻中妻子承担家庭劳动事业 需要丈夫提供夸奖的情绪价值 本来就是等价交换 只不过现在公事公办 你才觉得AA只吃亏的是男人 结婚本来就是要付出的呀 我也付出了 我赚钱养家 付出是责任 但不是理所应当 我们都上班 你的衣服不会自己去洗澡 然后晒干躺进衣柜的 家里的花花草草 也不是自己会跳去水槽喝水的 我曾多次邀请你一起承担家务 但你都装容作哑 有必要说这么难听吗 还好你提醒 差点我就又要跟你讲感情 然后继续亏本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请你付款 去掉洗碗费549是吧 我好去了 令人失望的是 你日积月累的护士 和理所应当 和先生 你之前说你夏天晒黑了 我写代码抓取了全网美白面霜的数据 选出了这个 我皮肤比较敏感 不能乱用美白产品 它的主打成分是植物提取的光干草定 美白效果好还不刺激皮肤 都是有权威报告 这些功课我自己也能做 还有你写代码 但它的复购率高 证明是真的好用 这可都是由代码抓取 古语的护肤品 我来来回回都用了好几套了 这么明显的摆在你面前 你都注意不到 但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想说 如果我们的婚姻是一场AA 你也有过我看不到的付出 这样 你写程序800一个小时 做这些数据 需要花费你一个小时 你计算计算 看看我需要付你多少钱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和你要钱 我就是想不明白 如果我们的婚姻是一款程序 我看不到你的付出 听不到你的需求 bug这么大 我们的婚姻是怎么持续得了这么久的呢 何先生 如果婚姻里的bug是病毒 那爱情就是杀毒软件 说人话就是 我曾经爱你 但我现在对你没有爱了 今天你自己吃饭吧 我要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学聚会 那体育委员去吗 不去就行 是不止 不止他会去 当初给我送情书的那子也都会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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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